好,来,我们看9.EC 他问MPQ是不是在这个y等于2x加16的这条线里面 so,我在这边,我的x等于-4,x等于1,然后x等于-8,然后还有x等于-5 然后的时候,它的y等于8,y等于0,y等于18,还有y等于3 所以我在这边配列的部分的时候,我试一下,就是说,我的x等于-4的时候,我的y等于2x-1加16,然后我拿到了18 所以它应该是-4多号8才在那条线,所以m呢,它就不在那个线里面 然后第一的呢,就是说我的x等于1的时候,y等于2x1加16,然后等于18,所以118 ok,所以这个点是n,所以在这个线里面,然后c的话呢,我的x等于-8,然后y等于2x-8加16 等于0,所以我的-8,0这个点,所以我的这个p有在这个线里面 然后我的d,它的x等于-5的时候,y等于2x-5加16,然后它拿到的是6,然后-5多号6 然后我的q不在线里面,ok,我的q是-5多号8不一样 然后我的m4-4都号3不一样 然后我们的计算机呢,有两个方法来检查答案 第一个呢,就是说我有2αx加16 clcx等于-4的时候,y等于8,按8 然后我再按clcx等于1的时候,y等于18 clcx等于-8的时候,y等于0 ok,另一种方式呢,就是我按mode,然后第六table 我的fx就是我的y,我写2αx,sorry,2αx加16 然后等于,start from,我拿最小的吧,减8吧 然后end at最大的是1 step size随便放1啊 所以你看,减8的时候我对到的是0 然后减5我对到的是6 然后减4我对到的是8 然后1我对到的是18 嗯